好 那我們這門課的話是互課關係管理 那我們上課的課程 那主要的就是這幾個部份 那我們是從組織的層面去了解 關於在關係行銷的觀念 跟一些科技技術的應用力的整合 那當然我們重點上會比較偏前面的部份 因為在後面的部分 科技技術的部分因為大家學了蠻久 所以可能你在這些基礎上都有還不錯的基礎 所以我們認定會有不錯的基礎 所以我會比較強調前面的部分 好 那我們的幾個內容 因為我們的課本裡面的內容滿多 好 那可能要加上一些個案的討論等等 可能會不用辦法全部講 所以我們大概挑了幾個部份 所以第一個部份會是第一章 顧客關係管理的導論 那第二部份的話是顧客關係管理的論 到底是什麼東西 第三個是關於顧客的價值 第四個我們來打論的是策略跟目標 就是我在做顧客關係管理的時候 那我的一個策略一個目標是什麼 好 那在第五個部分的話 會是顧客的互動的流程跟介面 那在顧客的互動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人不是一個固定不動 但是人會有一個大約相似的樣子 所以有很多的研究把它整理成一個 整體式的互動的流程 好 那有了這個了解之後 你要怎麼樣去設計你的心態 好 再來第七章是制度跟管理 那制度跟管理指的是 你在做顧客關係管理的時候 你這一個部份到底要怎麼樣去建立你的制度 那管理上要注意一些什麼東西 那第八章的話是實施團隊跟規劃流程 因為我們知道不管在做什麼事 最重要的其實是人 所以千萬不要有一個錯的印象 那你覺得說現在有很多人觀念就是 什麼事情都只要給電腦去做 什麼事情都是電腦可以做就好 對吧 可是問題是人很重要 因為沒有人電腦就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在第八章的部分是講到是團隊 那還有就是你要做的事的時候要怎麼做 所以有一個規劃的延程 再來是第九章 其實策略的規劃 你到底要怎麼去把它實施完畢 你做了很好的規劃 你做了很好的一個架構 那你要怎麼實施 所以你要實施的時候 有一些策略要去注意的 那再來第十三章是顧客的知識的管理 因為在我們跟顧客的接觸當中 常常會有什麼 他會回饋便宜 那回饋了之後 也常常會造成你發洩 你原來的設想或你原來的制度 並不是最完善的 那有了這個認知之後 你可以去從顧客的反應 顧客給你的一些意見 你可以去做回饋 然後你會做整體的重新的規劃 所以我們對於最後的部分 顧客知識的管理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都有學顧客叫做知識管理 對吧 知識管理 那我們現在是針對顧客的部分 我們要強調的是這一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